目前兩份民調,星頭閣簡訊民調顯示你跟LINE是民調的誤差範圍 那近傳媒是指向LINE0.1% 那但最新民調郭台銘如果參選大旗排24%支持者會流向的顧問怎麼看? 不同我以前講的,民調跟股票一樣,每天高高低低,所以還是一樣 把公司治理做好,我們要去處理的是讓一個公司健全 我不是每天去盯那個股價,每天看股價會精神浩弱 各位彰化的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彰化現議會 那我們的謝議長算是很年輕的台灣的政治家 因為當,很早就當了議長,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那也因為他比較年輕,所以比較願意聽聽各方的意見 我想這也是一種台灣多元文化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其實你想想看,我們台灣的人的這種所謂的主城你知道 最早當然是原住民嘛,後來有這個西班牙荷蘭人,有來了一陣子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我們的漢人 這漢人進來最少是閩南人最多嘛,還分泉州跟漳州 那後來就是客家人,再有日本人,再有我們所謂的外省人 那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們台灣還有一個新的人口組成,叫新住民 那其實新住民喔,後來發現陸配跟東南亞配還會分開 因為這個不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從剛才講到現在,就知道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在這種人種或文化上,它是相當多元的 那這是一個台灣社會的優點你知道 其實我們不只在歷史很複雜,人種很複雜 其實在生態上面也是一樣 台灣的生態非常繁雜你知道 因為從那個溫代一直到亞熱代都有喔 所以那個,這上面的這種生物的種類非常多 那多元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但是我們要讓這個變成是我們的優點而不是缺點 怎樣才可以不會變成缺點呢 就是能夠包容性更大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提倡共融社會 再來是我們這個 為了針對明年的這個選舉 我們一個口號叫共融社會國家治理 共融社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能夠以這種比較寬容的態度 比較包容的態度去接納這個世界 把大家可以 所以我每次說今天講台灣人你知道 為什麼要拿馬接出來當代表 只要住在台灣,認同台灣 他就是台灣人嘛 這樣才能夠解決我們在歷史上你知道 從這個原住民、漳州、泉州 到客家人、外省人、新住民 這樣才能夠解決我們這種多元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強調共融社會 還有一個是國家治理 其實我剛才在聽這些縣議員在抱怨你知道 其實我也知道 有些事情 我每次說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就是說 你講老半天你知道 事情不能做有什麼用 像我們在中部地區 雲林 雲林也可以算南部也可以 雲林 南投 甚至在我們那個金門 他是沒有焚化爐的 你沒有焚化爐 對雲林來講 他沒有焚化爐 垃圾要怎麼處理 一個掩埋嘛 那掩埋那個程度也 除非那掩埋場夠大 而且現在掩埋不是處理垃圾的主流 現在是混燒嘛 那你想想看 雲林那個垃圾要運去哪裡 所以那個垃圾不分藍綠的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一開始我當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 那個 那個雲林 雲林的縣長是 不 一開始是這樣 中央政府那時候是馬英九在當 所以 所以他們就說 那你要不要幫雲林燒 我說好啊 就幫他燒 可是到2016 變成民進黨在中央政府執政 我們還是幫雲林燒 對我來講 你知道 我們是燒雲林的垃圾 並不是分說 這是民進黨政府的垃圾 還是國民黨政府的垃圾 所以我在議會的時候 那些議員就問我 我就說 垃圾不分藍綠 其實後面還有一句話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還好 這媒體沒有拿出來用 我說垃圾不分藍綠 都是要燒掉 本來就是要燒掉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今天這個 這個雲林的垃圾問題 哪裡是雲林縣政府的 那些縣長 或環保局長 到處打電話再拜託 不過這要雲林的垃圾的故事 一開始我比較 一開始他找不到人可以拜託 就運到台北燒 後來那個韓國瑜一當選 那個高雄市長 他覺得到高雄比較近 所以運到高雄燒 結果韓國瑜被罷免以後 那個高雄又不幫他燒 再運回台北燒 這就很奇怪 垃圾如果在哪裡燒 最方便就在哪裡燒 那我說因為 這個 全團看來看去 柯文哲比較好 拜託 然後就去拜託柯文哲燒 後來韓國瑜他當了市長 他講說自己人 又搬到高雄燒 後來韓國瑜被罷免 又不幫他燒了 再跑回台北燒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不是 這個協調這個垃圾怎麼處理 這不是政府的事嗎 所以為什麼講說共融社會國家治理 我們要先讓台灣成為一個團結和諧的國家 不要每天都在玩什麼你知道 那我存在在很多場合也講過 各位年輕人 請問台灣現階段可能統一嗎 廢話當然不可能 可能獨立嗎 也不可能 那如果台灣現階段不可能統一 也不可能獨立 那請問國民黨跟民進黨每天在亂什麼 他說我們有偉大的夢想 我們未來的世界努力 我說那你把你未來的選票 投給國民黨跟民進黨 你把你現在的選票先投給台灣民眾黨 現在問題不解決 老是在講那個 老是在說什麼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共融社會國家治理大概就是我們 我覺得在台灣就是要先解決的 其實這些東西你知道 一念之間而已 為什麼 我跟你講 那個病人送到台大醫院急診處 我從來也沒有問他說 你是民進黨的還是國民黨的 難道治療方式不一樣嗎 不會嘛 所以我每次想到那2014年 我選台北市長那個笑話 那個電視辯論 我記得連社會員問我說 你怎麼看阿扁 因為他就把阿扁說是貪腐分子 我就想問他頂我這一題 我說我看阿扁跟看你一樣 你們都是我的病人 阿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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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就被人 你是怎樣 我倒覺得這樣 阿扁就用這種態度 你知道 病人送到台大醫院急診處 我們從來沒有問他說 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的 阿扁就 阿扁就 對我來當市長的時候 每一個市民有問題 我沒有問你是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還是新黨的 阿你就是問 你就是有問題 我幫你解決 阿就是這樣而已嘛對不對 阿其實這種態度就好 所以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阿他要做 他要做什麼 就是解決老百姓每天遇到的問題 阿這樣就好囉 阿每天說那個路線什麼 什麼偉大的國家夢想 什麼國家前途 我老實跟你講 我內心的話 不要貪負就好囉 哇這句話說得到都很兇的 不要扶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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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阿就拿出來開始說 喔柯文哲 我說我也沒有記者會正式宣布 也沒有正式文件出來 我什麼時候說我要兇起胡茂 阿其實我的邏輯很簡單 我內心這條本來就有標準答案嘛 先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先定好嘛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規範說 因為你不可能每一條都要拿到立法院討論嘛 所以要把規則定好 那以後才能夠指導說 喔那每一條 上經濟上的協議要怎麼處理嘛 這第一條嘛 所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先定 第二點 負負先做 為什麼 因為胡茂牽涉到人喔 比較討厭 負負比較沒有 比較好控制 所以一定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先處理 再來負負 最後才是胡茂 喔我才不是呢 開始在做假新聞 什麼什麼 柯文哲要重啟胡茂 然後就跟我開始 先那個 我記得好像是民事先出來 然後PTT就上 在明委齁 側議就開始打 然後第二天再做新聞 然後開始一條龍 我再回去他問他說 啊這個東西從哪裡來 就我們那個國政白皮書裡面的草案 在討論 我說喔喔 那裡面從哪裡抄來的 他說那個陸委會的網站上面 更好笑的 不然你現在拿出來看 不曉得他們這幾天有沒有趁機趕快把它拿掉 你現在按那個陸委會 就進去 那個搜尋給他按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就跑出來了 陸委會的網站就說 我們要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在這個監督條例之下 開始展開這個 後帽跟胡茂的後續討論 我講的話就是陸委會 從陸委會網站上面抄下來 那你每天在打什麼 能不能拜託民進黨 把你打科恩這個力氣 先調轉泡河 先把你的陸委會先打爛再講 那不是這樣嗎 每天都在做假新聞 每天都在做什麼 所以我聽說 認真做事 不要去避鬼避鬼 我們就好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 因為後面在畫圓圈 表示說不要再講了 再來是Coin節目 來 來來來來 Coin節目開始 來等一下齁 我們媒體朋友 是不是方便你們辛苦了 沒有 媒體朋友好歹要退到旁邊去 沒有沒有 我們大概